欢迎您来到老梁同时 《水谷传》里有这么一个情节很有意思 就是宋江啊 坐楼杀兮 杀了延破兮 最后呢 判他赐佩江州 他爸爸宋太公宋太时候跟他说 你到那老老实实 千万别惹事 等个一年半载的赶上大赦天下 你回来咱们爷俩还能团聚 说这都杀了人呢 怎么一年半载能团聚呢 这就涉及到封建社会常有的一个现象 大赦天下 就这里头说到一年半载 一年加半载 一年半吗 恰恰是唐宋年间 大赦天下的时间 有历史调查考证 唐宋年间 一般隔18个月 皇上就要大赦天下 把监狱里犯人都放出来 死罪也不判死罪也都给你放出来 获得自由 那为什么皇上要违背这种司法规律 来大赦天下呢 尤其是皇上一登基 马上大赦天下 或者是出现点什么乱子 大赦天下 为啥 皇上要向陈民显示 我是一个忠厚的皇上 我有仁慈之心 你被放出来一想 哎呦 这皇上大赦天下 我这才得以活命 能不对皇上感恩戴德吗 说白了 这是买好 收买人心的一种方式 那这点呢 应该说有文化的人看得很明白 你比方说苏东坡 他当年呢 他参加科技考试的时候 欧阳修是主考官 欧阳修出的什么题呢 叫 欣赏忠厚之志论 结果苏东坡这卷子写的 哎呦 欧阳修判卷说 一看太好了 怎么写的呢 这苏东坡是这么说的 传约 就记载 说当年呢 姚执掌天下 就姚顺宇的姚执掌天下 当时的法官呢 叫高姚 牛稿的稿 那个姚就是淘气的淘 淘死的淘 说高姚当法官 说每次呢 高姚把这人判死刑 姚就站出来宽恕他 就不要判死刑 然后高姚再坚持判死刑 然后姚站出来再放他 然后高姚又判死刑 姚站出来又宽恕他 所以形成什么现象呢 天下劫位高姚执法之间 而乐姚之人也 就天底人呢 都还怕高姚这个执法呀 严明都怕他 法律的象征 但是呢 却都更加爱戴着饶 认为姚呢 比较宽厚啊 不杀人的 所以等于两头都买了好了 那么欧阳修看了这卷子 觉得这写的太对了 太好了 好 可是他一看笔记呢 欧阳修有点自作多情 他以为这笔字写的很漂亮 好像是自己的学生 曾龚写的 要我要给他点名投名状 是不是显得有私心呢 他自作多情的 把他点为第二名 结果 张榜之后 他一看 才知道这卷子是苏东坡的 跟曾龚一毛钱 关也没有 欧阳修言挺这个谦虚 找到苏东坡就问 说你这文章写的太好了 对我口味 可是你这里说到 这个高摇三次要杀人 摇三次宽恕的 你说传言历史记载 我这学问前 我怎么不知道哪书上记载过这事呢 你那传是哪家的传呢 你从哪看了呢 苏东坡就乐了 我没这事 我瞎编的 原文是什么呢 苏东坡就想当然而 虽然这是苏东坡瞎编的 但是他却深深的体会到了 皇上大赦天下这种用心 说白了 收买人心 这等于历朝历代的皇上 都会用这样的一招 老梁同事咱们一小段 你要听全本的 欢迎您关注音频版 老梁同事